A方选手一鹤洪志来自日本 绰号樱花追命腿 共参战27场胜25场赴两场 是日本修斗名将 多次KO对手获优势胜利 在日本被称为KO之王 同方中国超级散打王刘海鸿 绰号刘腿披挂 其凌厉的腿法横扫千军 已然囊括国内外所有的散打冠军 是国内目前最具明星影响力的散打名将 困获散打王 超级散打王 世界散打王 世界冠军 以及多个筋腰带 作为一位散打运动员 其战机和号召力 至今无人企迹 стали留意 MrD eram 上司令人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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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伤而选择了退役 接到了日本KO王一鹤洪志的挑战以后 刘海龙决定要和一鹤洪志决一雌雄 刘海龙曾经获得过超级三大王武术世界杯的冠军 武术世锦赛冠军 全员会全国锦标赛的冠军 中美中泰中俄中日对抗赛等一系列大赛的冠军 好了 大家期待的最重头的比赛开始了 慢中瞩目 没有人期待的比赛 现在已经开始了 双方啊 这个在交通的时候 应该说呢 都是非常的谨慎 注意分寸 没有啊 这李克的进入这种火石碰动 刘海龙还这个把持这个节奏 还一开始不急 刘海龙这一次呢 因为他这个从技术组合 应该坐在还是非常的高位 所以呢 是他中间的信心 刚才脚底下一波 踩到边上的这个板啊 滑倒 但是这仅仅是开始 真正的这种大战还是在后面 因为他呢 是一个重拳的选手 所以他现在需要距离 必须进身 所以他有可能呢 是按照 在搏击比赛中的一种原则就是 避时就须 避重就轻 他可能舍弃了一些基本的这种打击的点数 但是呢 为他的这个重击啊 创造一些条件 所以呢 作为刘海龙的选手呢 虽然开极是比较顺利 但是也不能够掉以轻心 好 第一回合 结束了 刘海龙在赛前坦然 此分 他为国出征 他为的是做人的尊严 他为的是中华五名的容易 他去这个学习 所以从训练上 一定是保证不了那么大的这个训练量 或者那么高的质量 但是刘海龙呢 因为他的这个基础好 根基在 现在呢 他就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从第一回合的情况来看呢 他打的还是这个相当的稳定和稳健 他不像这个一鹤 这个一鹤红质这样 就是还是跳着走着打 而刘海龙呢 比较定 看准了以后 出拳 出腿 所以在这个对抗技术中 武术呢 有一种想法 就是手打三分 脚打击 赢人全凭脚下击 那么脚底的移动 手到脚到方为妙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双方的基本功呢 这个是否扎实 在这出手之间就看出来了 这个所谓是行家一身手 便知有没有 好 第二回合 一鹤红质虽然开局不利 但是呢 我们看到 刚才我看到刘海龙是连续的几个高边腿 这一个夹镜摔 所以现在呢 在整个开局上 我们看到刘海龙呢 还是取得了先机 刚才这一连串非常连贯 现在刘海龙拿出自己的这个独门绝技啊 对对对 下劈腿 流水劈挂 因此革命 但是打到目前为止啊 我们看到刘海龙说是战进了一些主动和上风 但是呢 对于这个日本选手啊 一鹤红质并没有造成这种致命的这种制服 所以呢 这个在比赛中呢 还是要继续扩大战斗 这刘海龙的这个批挂铁是非常的厉害 刚才几次呢 都没有没有踢中 如果踢中的话 这是够一鹤红之受的 我们看到刘海龙现在左右开弓 手脚并用 一个下披腿 又是一腿 我们看到呢 得势不饶人 锣声响起 第二回合结束 这个从体力上来说呢 对刘海龙是个考验 从前两个回合的情况来看 他也紧力的在这个控制比赛的节奏 来分配好体力 有请现场的好朋友们 你们都是为了中华武林的之傲 刘海龙而不远 不远行程来到博山 同时我也想 有请你们观战眼镜 不要因为比赛的胜负 来扰乱我们的现场秩序 谢谢 掌声再次响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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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到 这个时候啊 双方已经使出了浑身 现在结束 对 此时不拼更待多时 我们看到现在 依惑呢 现在也是拿出了浑身的正宗本领 对 祖国拳法呢 也是给刘海龙造成了强大的压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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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我 一鹤呢 现在打得比较小心 现在角度上呢 我经常做一些这个转换 好 一个接腿的勾踢 这是呢 中国武术传打中 这一个非常独特的戏法 加上了 他贫鸡打的动作没有预兆 而且他那个发力呢 应该说呢 爆发力非常突出 对 看的很准 连续地下皮腿 连续地下皮腿 我们在感叹刘海龙出色记忆的同时 也不得不在内心要佩服 这个选手他顽强的斗志 刚才这一届高门腿应该说还是十分的凶险 所谓十腿九胸 作为一个公志来说 他的这个从防守的角度来讲 这面就比较大 比较分散 这个就肯定是会遏制到他的进攻 在武术散打着搏击的技术中 讲究着远踢进打 切身吹 好我们看到比赛比赛结束 刘海龙呢在场上还是赞到的出动 看看最后的结果 看最后的结果呢 还是要等待待待待的这种宣布 有请现场观众朋友能够冷静 我们人民观赛事热情做观众 有请现场观众能够保持冷静 无论对待怎么样的胜负输领 我们都应该面对未来 我们都应该相信 我们也能够像刘海龙一样 战胜困难超越自我 在第三回合比赛开始以后呢 这个一鹤公志呢 也是想发起猛攻 但是随着这个稳健的刘海龙 控制住比赛的这个形势以后 然后说到了后半截 第三局的第三回合的后半截呢 这个基本上是刘海龙 战局上风控制了 这里是中国无数国际俱乐部赛 比赛结果即将产生 新恒星刘海龙国际国际争认赛赛的比赛现场 在下十月 这边将仅代表本次比赛的参与各方 对于澳门新恒星集团 对于本次比赛的大力支持与赞助 再次表示真心真切的谢意 谢谢澳门新恒星集团 几级他的董事长 房胜唐先生 是你 对于刘海龙的栽培 才能让他再度崛起 本场男子82公斤挺敌武 最终三位场边 判分裁判 判分如下 一号财委员 红方28比黑方19 二号财委员 红方28比黑方19 扫三连红方23比黑方19 最终中华大英雄 刘海龙 判分裁判 那么裁判最后判罚的结果 是刘海龙 战胜了 新恒星集团 日本的伊赫 红队 黄胜唐先生 为胜负双方 翻翻冠军奖辈 他们情同富足 他们十枚最非常好的武林拍檔 这就是澳门新恒星集团 董事长 黄胜唐先生 刘海龙的杯 请坐立场之杯 他象征着中华武林的骄傲 他象征着我们每一位中国人的罪严 这就是牛腿一挂 牛 海龙 有请 有请日本朋友先行这场 房总 房总 刘顾 海龙 我先采访海龙 几句 海龙 刘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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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刘顾 刘顾 音乐声声小一点 希望我们的现场音乐声声停下来 我们所有的人 此刻都想听一听刘海龙的心声 他是如何克服百般困难 他是如何战胜三年 没有经历过全台的躯体的折磨 他是如何超越自我 再次战胜对手 哈龙 此时我 非常的激动 刚在后台的时候是非常紧张 三年没有到这个地方上来 心里没有底气 当我出来以后 灯光我的眼睛让我告诉我 是你们给我更大的勇气 支持我 所以我自己给自己的动力 我虽然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 但是由你们支持 我的神打扮他们 谢谢你们 我相信 我相信 但是在您的支持下 他参与了比赛 且获胜了 请问是什么力量支撑的呢 首先呢 刘海龙是一个非常肉瘦的运动员 他今年年轻年轻还可以打吧 所以我让他出来多点比赛 给年轻的朋友一个学习的机会 通过这个比赛 希望呢 我们这个勇业啊 能够 也让朋友都知道 通过这个比赛呢 就更加了那个发扬我们这个武俗 谢谢 好 再次感谢澳门新恒星集团 刚才已然有人说出了一句口号 我们不同意这样的口号 我们今天一个闪亮的名词 即将诞生 这就是海龙精神 海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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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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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